2021年8月16日,大脚星人理事会,每个人的黑暗和梦中的觉醒,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完全爱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爱你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方面,因为我们明白你们接受了一定程度的黑暗,以便能够化身在这个密度,在这个地球存在层面中。 凡是活过的人都曾有过一定程度的黑暗,很少有人能与之和平共处,大多数人害怕他,为他感到羞耻,或者他们否认他的存在。 没关系,做你们自己,有非常黑暗的想法甚至黑暗的欲望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因为你们是人类,你们在那里拥有人类的体验。 请记住,这些都不能代表你们的真实身份,相反,它是真正的幻觉,而是你们决定玩弄和乱搞的幻觉。 因为你们想探索源头的所有方面,作为人类,地球的体验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的,有比这更多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你们来到地球有一个或十个,一百个或一千个化身,但它总是关于在一天结束时知道你们自己是源头。 你们必须能够接受这个源头的梦,才能在其中变得清醒。 如果你们在抗拒做梦,那么你们仍然在梦中,没有意识到你们在做梦的事实。 因此,这意味着要与他人的黑暗和自己的黑暗和平相处。 请记住,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就像我们一样,爱住每一个生命。 就像他们一样,并且知道你们都在玩游戏。 这是一个你们都同意互相玩的游戏。 黑暗是幻觉,这不是事实。 当你们记住这一点时,你们可以愉快地在它周围导航,并保持你们心中的爱。 这是你们扬生所必须的。 任何你们不在爱的状态中的时候,你们都是在假装你们不在其中。 你们希望爱成为你们所做,所想和所说的一切的基础。 你们现在就可以与自己达成一致。 我们建议你们这样做,因为是时候让你们成为真正的自己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你们的聚会了。 当你们证明你们可以在自己内心保持这种爱的振动时,其他人会好奇你们是如何做到的。 那时你们将真正进入地球上的领导者和老师的角色。 因为那时学生将做好准备。 如果你们以任何方式接收到这种传输,总有一天你们都会有学生将你们视为大师。 而无条件的爱就是你们要掌握的。 在你们所在的地方做事要困难得多。 因此,我们不仅爱你们,而且还尊重你们。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8月16日,天堂来信,创造奇迹,一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你们把意外出现在你们面前或第一次出现在你们面前的奇迹称为奇迹。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会每天都敬畅,月亮和星星,你们已经看过它们一千次了。 你们希望它们在你们身边,因此,你们忘记了它们的奇迹。 出生是个例外,一百万人出生,每一个人都会是一个奇迹。 这就是看待生活的方式,否则,我的孩子们似乎认为生命是理所当然的。 很自然的,你们每天都想要新的奇迹。 我也希望你们如此,我说你们可以拥有它们,想想奇迹吧。 亲爱的,在宇宙中散布奇迹,期待它们而不被附加,指导它们而不是被它们指导。 还要考虑一下,你们可以为他人创造奇迹,有时只需要一句善意的话或一种行为,让今天成为你们做一些你们以前没有做过,也许以前从未想过要做的事情的一天,让自己成为那些可能非常需要奇迹的人的奇迹使者。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奇迹,不可能有太多的奇迹,总是有更多的空间。 今天创造奇迹,你们甚至可以给自己一个奇迹,成为奇迹的传播者,给自己一个惊喜。 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你们放下过去时,你们会的,那么创造奇迹就是你们所做的。 你们不会有欺压的怨恨,你们不会有以前的想法,你们会是自发的。 各种各样的奇迹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给予它们,你们就会拥有它们,你们会被它们绊倒。 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今天会是什么奇迹呢? 如果你们有顺畅流动的能量,能量畅通无阻呢? 如果你们今天随助爱的曲调跳舞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的房子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和谐之地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今天以惊人的快乐做饭和打扫卫生会怎样呢? 如果一切都让你们快乐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把幸福吸引到你们身上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只有幸福会怎样呢? 如果今天太阳出现在你们的房子里,而当太阳在黄昏时落山,你们的家仍然灯火通明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今天长出翅膀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照镜子发现自己很漂亮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照照世界的镜子,发现它也很美呢? 如果今天你们是一个全新的人,做你们自己的人,而不是活在过去思想的积累会怎样呢? 如果今天是我摆在你们面前的日子,你们可以用它做任何你们想做的事会怎样呢? 如果今天是一块全新的石板供你们书写或绘画,并且你们可以选择彩虹中的所有颜色,会怎样呢? 世界上有什么是你们要画的呢? 如果你们可以把玫瑰放在别人的脸颊和你们自己的脸颊上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在地球上创造会怎样呢? 你们会创造什么呢? 你们会如何创造它呢? 为什么不是现在就创造呢? 如果你们可以为你们的一天定下基调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能让今天成为祝福,并成为所有人的祝福,那会怎样呢? 如果这是你们选择快乐并且快乐地度过这一天会怎样呢? 如果今天是你们只知道幸福,并且高兴地给予幸福会怎样呢? 如果你们今天是一个快乐的人会怎样呢? 这对你们意味着什么吗? 你们会允许什么阻止你们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